为了让民众饲养的宠物犬猫 可以更健康并在不慎走失时可以轻松找回 彰化县动物防疫所在县西乡公所举办宠物狂犬并疫苗与晶片注射登记 吸引毛爸毛妈前往参加 我们也是希望说有养宠物的也要爱护我们的宠物 也要对我们的宠物教科助预防针狂犬病的预防针 还有智晶片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利用这样的资源来专注 来讨论和大家讨论 台湾目前仍有狂犬病案例 虽然只局限于野生果子梨类的动物身上 但民众仍不可掉以轻心 这是因为狂犬病是人畜共通的法定传染病 依照我们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的规定 家里饲养的犬猫每年都要施打一次的狂犬病疫苗 那疫苗施打完回去之后 就是注意不要去揉施打的部位 一个礼拜不要洗澡 那其他可以正常吃喝是没有影响的 毛爸毛妈们带犬猫出门散心时 如果没有施打狂犬疫苗 不慎遭到带有病毒的野生动物咬到 致死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因此动防守呼吁民众 在接到注射通知后请务必前往施打 保障毛孩们的健康 公益频道黄诗婷现息采访报导